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情人变成了仇人 还打起了官司 是大夫大子的蝴蝶变了心 还是另有原因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蝴蝶解除婚约案第一集 碰来的爱情 她是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 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永生电影 她是第一位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中国演员 蝴蝶一生经历坎坷 成名不久 她就遭到未婚姿的恶诈 在明星害怕打官司的年代 蝴蝶原和会主动发起 解除婚约的官司 她又能否走出这场婚恋危机呢 系列节目民国婚姻往事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聚焦 蝴蝶解除婚约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理讲堂 从今天开始 我们讲一起发生在民国年间的电影明星 解除婚约案 在讲这个案子之前 我们先要解释几句 什么叫解除婚约案呢 就是男女双方订婚了 但是呢还没有结婚 这就算是有了婚约 在民国年间婚约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如果一方要解除婚约 另一方不同意 或者双方对于解约的条件协商不成 那就要到法院去打官司 这种官司用法律术语讲 就叫解除婚约案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桩这样的案子 那是在民国二十年 也就是一九三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 按预定计划 在上海特区地方法院 将要开庭审理一桩 解除婚约的民事案件 法院事先发布了公告 公布案件将在本院第九民事厅公开审理 那天上午八点刚过 还没到开庭时间 位于上海北浙江路的特区地方法院第九民事厅 就已经挤满了人 这个审判厅面积不大 有三十多个旁听席 但前来参加旁听的人实在太多 在院子里边站了一大片 这么多人都往屋里挤 不要说错 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人挨人 人挤人 门窗的玻璃都被挤破了不少 场面是十分的混乱 当天的主审法官叫周达仁 他家人太多 无法开庭 只得将案子临时改到该院最大的第三刑事厅审理 并且通知相关部门紧急的加派警力 维持秩序 场面这才算是渐渐控制住了 后来统计 那天前来旁听的足有一千多人 突破了该院成立以来旁听人数的最高记录 一个解除的小案子 怎么会有这么多旁听者呢 原来啊 这桩案子虽小 打官司的人却很特殊 女的是一位电影明星叫蝴蝶 男的叫林雪槐 一个普通人 那天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赶来旁听 绝大多数都是冲着蝴蝶来 人们都充满了好奇 一个红透上海滩的电影明星 怎么会与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订了婚 既然订婚了 为什么又要解除婚约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讲一讲蝴蝶是怎样成为电影明星的 以及他与林雪槐订婚的前前后后 蝴蝶 蝴蝶原名胡瑞华 生于1908年广东赫山人 他的父亲曾任京凤铁路总集查 蝴蝶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 从小进入教会学校 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蝴蝶的父亲胡少贡为人宽厚 性格开朗 蝴蝶也继承了父亲的这一性格特点 由于父亲在铁路上工作 蝴蝶早年曾跟着父亲在铁路线上奔波 生活虽缺乏安定感 但经常与不同的人打交道 也锻炼了他人际交往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对他日后的成功有着不小的益处 1924年 蝴蝶一家几经搬迁后到了上海生活 这年里一则招生广告 改变了蝴蝶的人生轨迹 1924年 中华电影学校首次在上海招生 这是一所专为训练电影演员开办的学校 由上海大戏院的经理叫曾焕唐的投资创建 聘请刘洋归国的著名戏剧家洪申等人 主讲专业课程 学校在招生广告上讲明 凡有志于电影业者不分年龄性别 均可报名应试 那还是中国电影的童年岁月 用今天的眼光衡量 当时的电影还很幼稚 有色彩单一 表现手法简单 故事情节老套 但这种夕阳影戏一经出现 立刻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无数少男少女都揣着一个明星梦 希望自己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里 走上荧幕 称为明星 所以中华电影学校的招生广告 已经登出 立即引来许多上海青年的关注 前来报名的人很多 蝴蝶当时正随父母住在上海 她从小就是个电影迷 是中国第一代女明星 殷明珠王汉伦这些人的铁杆粉丝 如今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 觉得是命运在向自己招手 于是呢 她便瞒着父母到招生的学校报了名 中华电影学校考试的那天 蝴蝶起得特别早 她坐在镜前细心的梳妆打扮了一番 她那年十六岁 已经出落成名柔好指 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尤其是她微笑式样起的一对酒窝 谁看了都会喜欢 那天的考试场面很紧张 报名人数多 竞争激烈 由于蝴蝶相貌俊美 准备充分 又有较高的文化功底 在考场上表现得很自信 主考官问了她几个问题 又让她现场表演了走路与读书 等几个简单的动作 就通知她 你被录取了 请于五天后来办理入学手续 就这样 蝴蝶开始走进电影圈 蝴蝶考起的中华电影学校 是借用了一家私立学校的校室 条件简陋 学生的年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学校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上课 教师是由各影业公司的编剧导演 或者是摄影师兼任 讲授一些影剧理论 西方戏剧史 电影摄影术 摄影场常识 化妆术等等课程 今天看来 这样的学校只能算是短期培训性质 但在当年 已经是培养电影演员的最高学服 蝴蝶在这里 较为系统的学习了电影表演方面的基本理论 还学会了骑马 驾驶等等技术 这对他日后在银色世界里大放异彩 打下了坚实基础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他开始正式使用蝴蝶这个名字 从电影学校毕业后 因何会反目成仇 打起了官司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蝴蝶解除婚约案 第一集 碰来的爱情 她是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 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永生电影 她是第一位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中国演员 蝴蝶一生经历坎坷 成名不久 她就遭到未婚姿的格仗 在明星害怕打官司的年代 蝴蝶原和会主动发起 解除婚约的官司 她又能否走出这场婚恋危机呢 系列节目民国婚姻往事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举焦 蝴蝶解除婚约案 1924年年底 蝴蝶从中华电影学校毕业 开始正式步入演员行列 她走上荧幕的第一步 是在大中华电影公司设置的一部 叫做《战功》中间 饰演一个卖糖果的女孩 这是一个小角色 在影片里边没有多少戏 蝴蝶虽然表演认真 但由于戏份少 影片上映以后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就是这个片子 却阴错阳差的 让她揭示了一个男人 她叫林雪槐 那是在1925年的春夏之交 影片《战功》正在上映 这是蝴蝶第一次当演员 她急切地想看看 自己在影片里演得怎么样 所以就自掏腰包 买了票 进到电影院里 自我欣赏了一番 电影散场以后 蝴蝶也随着人群向外走 由于她还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中 有点走神 行走的时候 就与一个男人撞了个正招 蝴蝶有些不好意思 正要向人家道歉 那人却认出她就是 刚才影片中的某个小角色 那人自我介绍说 她叫林雪槐 也是演员 曾演过不少角色 在影片《采茶女》中间 还曾经饰演过男主角 林雪槐是广东乡山人 与蝴蝶算是同乡 他比蝴蝶大两岁 身材修长 文文静静地 像个白面书生 两人虽然出道有先后 但毕竟是同行 又是在这么一个 特殊环境下巧遇 便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 这以后 蝴蝶与林雪槐 便开始频繁地聚在一起 从蝴蝶这边来说 他刚刚开始当演员 一切都觉得新鲜 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懂 很想就表演上的事情 向人家请教 林雪槐在他眼里 已经是个老演员 不仅经常上荧幕 还演过主角 所以呢 蝴蝶就想多向他 请教一些问题 而林雪槐则 从第一眼看到蝴蝶开始 就喜欢上了这个 天真活泼一笑 两个九卧的小姑娘 对于蝴蝶的提问 自然就是有问必答 蝴蝶见林雪槐 不仅懂得多 而且一点大牌演员的架子 都没有 无论向他问什么 都会给予细心解答 而且呢 还常常服以示范动作 林雪槐的热心与耐心 让蝴蝶从心里充满了感激 也渐渐的生出了爱意 不久 有连电影公司要拍摄邱善院 这是一部由舞台剧 改编成的时事爱情影片 剧情设计了一名男主角 和两名女主角 男主角由林雪槐饰演 其中的一个女主角 由一位叫徐亲方的演员饰演 还缺一个女主角 林雪槐向导演推荐了蝴蝶 他对导演说蝴蝶是绰约多姿 五类天然 偏巧 那名女主角徐亲方 也向导演推荐了蝴蝶 原来徐亲方与蝴蝶是中华电影学校的同学 两人在校的时候关系密切 毕业以后 徐亲方来到有连电影公司做演员 很快的就与公司老板兼导演的陈坑然相识 并且相恋 他能够轻易获得试验女主角的机会 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他自己有了主角的位置 还有一个位置空缺 便很自然的推荐了蝴蝶 陈坑然导演也看过蝴蝶的表演 虽然是跑龙套的小角色 但表演很到位 如今见男女主角都推荐他 也就答应了 邱善院是蝴蝶主演的第一部电影 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影片 他后来回忆说 那些日子 我几乎日日夜夜沉浸在剧情的特殊环境里 在摄影棚里 我完全服从于导演的指挥 回到家里则熟读剧本 揣摩人物的性格 母亲说我如痴如醉 常常自己闷在房间里自言自语 有时哭 有时笑 就是凭着这样一种认解 蝴蝶将影片中的人物饰演的是栩栩如生 当然 他自己的用功只是成功了一半 另一半呢 才因为他与林雪槐配合的天衣无缝 在影片中 他们饰演一对深深相爱的情人 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也恰在由相识到相爱的路途中 是摄影棚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感情的绝妙机会 因为拍戏十分投入 有时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 究竟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 电影拍摄的非常成功 导演看了兴奋一场一个劲的 夸奖林先生徐小姐推荐的演员好 夸奖蝴蝶表演到位 在拍完了最后一场戏的那天晚上 老板兼导演陈坑然请众演员吃饭 宴会结束临分手的时候 林雪怀递给了蝴蝶一封信 说写了几句心里话 请胡小姐冲锋看看 评论女性的直觉 蝴蝶本能的感觉到这封信 肯定是不同寻常 那么多天在一起拍戏 有话干嘛还非要写信说 心里写的肯定不是一般的话 蝴蝶回到家中急忙打开了林雪怀的信 果然那是一封写得火辣辣的情书 碰读着林雪怀的信 蝴蝶感觉自己被幸福包围的几乎透不过气 这是蝴蝶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着异性的求爱 人们都说少女时代也是一个多梦的时代 此时的蝴蝶不仅对爱与被爱充满了五彩缤纷的幻想 他几乎没有怎么考虑就答应了林雪怀的追求 于是他们两个人从此便天天黏在一起 形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恋人 在爱情的甜蜜中 蝴蝶与林雪怀越走越近 然而这对恋人都没有想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 就让他们的距离开始拉大 这就是两人身份地位的变化 这种变化也是他们两人最终走向分手的重要原因 那么蝴蝶与林雪怀的身份地位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蝴蝶解除婚约案第一集 碰来的爱情 那时林雪怀与蝴蝶都没有加盟任何一家电影公司 有篇约便演出 没有篇约就等着 由于在秋善院中展露头角 蝴蝶开始引起业界的重视 很快 斯本雄厚的天一公司便找上门来 天一公司可不简单 是今天香港邵氏影业公司的前身 由宁波人邵醉翁创建 由于邵醉翁脑子活 有精英头脑公司成立以后拍摄了几部深受观众嫌的影片 票房收入高 公司的影响也就大了 天一公司很快成为上海最有实力的影片公司之一 公司老板邵翠翁通过观摩秋善院 发现饰演女主角的蝴蝶有着过人潜质 有望成为红演员 便与公司编剧高离痕一起找到蝴蝶家 请他加盟天一公司 他们的到来与邀请 使得刚刚步入电影行业的蝴蝶欣喜异常 双方很快敲定 天一影片公司聘蝴蝶为基本演员 每月薪水七十元 拍片另有报酬 这在当年已经是个很不错的收入 据说蝴蝶还曾在邵醉翁面前提到林雪槐 希望天一公司也能聘林雪槐去当基本演员 但邵醉翁故左右而言他没有接蝴蝶的话茬 蝴蝶也就不好再提这件事了 1926年是蝴蝶演艺生涯的重要发展阶段 当时天一公司主要拍古装片 在那一年公司一共拍了八部影片 蝴蝶主演了七部 其中六部是古装片 他主演的白蛇传 梦江雨 梁柱痛史 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等等影片 上映之后 影院是场场爆满 观众反响强烈 那还是中国电影的起步 演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特别是女演员人数少 基础薄弱 有的女演员连字都识不了几个 而蝴蝶小时在教会学校里 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又在中华电影学校 接受过专业理论与技能的培训 再加上他本人在拍片的时候 格外的用心与用功 所以他饰演的角色 就显得与众不同 很有个性特征 再加上他饰演的角色多 戏份重 在荧幕上出现的频率高 长得漂亮 一笑两个久 很快就为观众所熟知与喜爱 到了1926年的年底 他不仅成了天衣公司的台柱子 而且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古装美人 在蝴蝶渐渐走红的时候 林雪槐却很少接到拍片邀约 他这人虽然从影多年 参与拍过不少片子 还当过几回主角 但可能是演技平平 也可能是长得太像奶油小生了 反正观众反应是不闻不火 天约也就越来越少 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他渐渐意识到自己不具备成为明星的材质 在演艺界难有大的发展 到1927年年初 也就是在蝴蝶眼看就要成为明星的关头 林雪槐决定激流勇退 离开演艺界 这一年的年初 他开始涉足商圈 自己投资开办了一家叫陈餐大王的点心店 主要经营早餐点心 饭店刚开业的时候靠着自己曾经当过演员 获得的社会知名度 经营业绩不错 早餐点心一度卖的是红红火火 赚了不少钱 在经营间隙 他常常会到天一公司的设置现场观看蝴蝶拍电影 那时的他西装革履 风度优雅 很有一番实业家的态度 影坛失忆的林雪槐转战商场 尽管初期取得了一点成绩 然而 影坛迅速走空的蝴蝶相比 两人的身份地位已经有了不小的差距了 昨天还是蝴蝶崇拜和请教的对象 转眼之间 自己却不得不在恋人的阴影之下生活 这让林雪槐心里很不识滋味 为安慰失忆的林雪槐 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蝴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与林雪槐另立婚约 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林雪槐 此时的蝴蝶自然不会想到 这个决定非但没有挽救两人的感情 反而会在几年后给自己带来一场 旷日持久的官司 1927年3月22日 在北四川路新落城的月宫饭店 林雪槐与蝴蝶的订婚仪式隆重举行 整个大厅张灯结彩 一对新人喜气洋洋 那天林雪槐身穿黑色西装 白衬衣裳打着身色凌结 神采飞扬 容光焕发 蝴蝶身穿大红旗袍 春风额挪 脸上样出迷人的酒窝 参加典礼的来宾很多 老板与经理三巨头齐来祝贺 让人们看到了蝴蝶在电影界的巨大影响 仪式开始以后 林雪槐将一枚象征着爱情与责任的戒指 戴在蝴蝶的左手中指 此时整个大厅室欢声雷动 喜庆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所有的亲属与来宾都由衷地祝愿 两位新人白头偕老 一生恩爱 这两位新人一个是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 一个面如桃花仿佛天女下凡 大家都相信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幸福的未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时间刚刚过了三年 他们两个人就闹起了矛盾 要解除婚约 甚至为此对部公堂打起了官司 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与林雪槐定立婚约后 蝴蝶很快大红大紫 而林雪槐却在商场再次失利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首先提出解除婚约的 却并非事业成功的蝴蝶 而是落魄的林雪槐 那么林雪槐这不合常理的其中 究竟目的何在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蝴蝶红了 难有夸了